蚵仔煎打顆蛋 加上青柯青菜和麵糊 煎出誘人香氣 關鍵食材缺一不可 不過卻有業者受到蛋荒影響 宣布下週蚵仔煎可能無蛋可加 蛋煎蛋花湯滷蛋 也都無限期停賣 拿出雞蛋最後庫存 算一算大概只剩幾十顆 業者低調表示 因為合作機場 發生禽流感 蛋才會來不了 不過沒有蛋的蚵仔煎 民眾能接受嗎 蚵仔煎不加蛋就像是小了靈魂 香氣和口感勢必變得不一樣 不只是四十年老店受到影響 就連日料店業者雞蛋供貨 也出現困難 日本定食業者也受到缺蛋草的影響 在店門口就貼出公告 相關的雞蛋商品會進行調整 或者是停止販售 業者在官網上說明 包括溫泉蛋水煮蛋 單點都停售 定時副餐的蛋也不定期換成炸雞 日前因為天冷 加上情流感 持續影響雞蛋產量 蛋商同業工會也宣布 週一開始雞蛋批發價 又要再一口氣漲三塊 來到美台金五十五元 也再創歷史新高 諾問會主委陳吉仲義表示 月底將再進口五百萬顆雞蛋 努力供應國內需求 三日新聞王小瑋 科學院台北城報導